總感謝我們的副總統好選領 張院長 可以在這個時代檢長中 給國外送來的最大的溫暖跟支持 我們知道副總統的選領是全國勝的 不管是北地 山地 離島 海邊 多數都要走 可以在風吹瀑布當中可以來宜蘭 把國外加錢 在這裡向我們 張院長表情最大的感謝 也希望有些家事 有些支持 可以知道 後禮拜拜這個領會選領來生存 來為我們藝人來發表 給國外 我們副總統好選領 來這裡 主要 希望可以把我們藝人館進來 不管是我們館戶 還是國防國選領會後 所要提供的中台 這些政經和團隊 可以來提供來投資 尤其他來這裡是把國防來賠償 包括我們現在還要關心的 我們去來的領外道路 跟外面市的交往問題 包括我們管理的鐵路工具 包括我們的舊稱 甚至包括很多 我們的貨貼能力的中台的問題 跟管理的收集 我們知道我們的副總統好選領 我們的張前院長 他剛才過我們的科技政委 科技部長 因為每天過 行政委員長和議長 對中國台灣 中國伊蘭 很多事情 他可以說非常非常了解 尤其我們看尾庫的問題 伊蘭也是要提供說 伊蘭動選之後 可以跟伊蘭看尾庫的照相 能夠助一倍之力 給伊蘭這些年輕人 有強化好的家庭機會 加一個發展的機會 也可以帶領我們伊蘭的政典發展 我在這裡 首先請感謝我們的 我們的聖根 湘 我們的副總統 好專家 當然我們也請大家 以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 我們的總統好選領 來給我們鼓勵鼓勵 接下來我們也有請我們的 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張善政 為我們的鄉親親愛 來親親愛 拜託 好 各位媒體們 大家早 蘭國一位候選人 副縣長 議長 他的好朋友 我們先講一位 今天來這邊 幫我們國華兄加油打氣 等下要不去掃接 宜蘭這邊 隨著民進黨執政 或是歷屆歷屆的選舉 很多建設在選舉的時候 拿出來講 選舉完了 沒有選民都沒有 上次的現場選舉 是非常明顯的例子 一進來看到 我們與國華他寫的 檢討義立休 韓國瑜講得非常清楚 下面再講到說 這個長照經費非常清楚 我隨便舉這麼多政策 裡面這兩件 就可以讓大家感覺到說 義立一休是誰的 是民進黨立委 在中央聽抗議 不聽民意 弄出義立一休 休了兩次 大家還是不高興 還必須我們現在 在明年當選以後 再把他靠我們國華中進到立法院以後 幫我們一起再把他修到 這個還有另外長照經費 我們在馬英九政府時代 規劃長照保險 後來2016年民進黨選上以後 長照保險收掉 弄現在的長照2.1 然後經費根本不夠 涵蓋這些 我們需要長照的民眾 也是有二三成 兩三成這種比例 這些這些 真的講起來是誰惹出來的 當然第一 是民進黨當選 或中央執政惹出來 但是第二 在立法院裡面 這些民進黨的立委 根本不知道民意 只知道盲從黨議 惹出這麼多麻煩 這一次 我們已經學乖了 我們說 我們在中央 在中東府行政院要執政以後 我們在立法院這邊 我們絕對要讓像我們國華兄 這樣子有見解的人進去 反過來講 民進黨的立委 一個都不要讓他進去 你如果再讓民進黨立委 我請問各位 今天陳歐國委員 請問他在忙什麼 他在立法院忙的 又是在忙從黨議 今天要通過那個反政鬥法 反政鬥法對我們經濟發展 對我們現在這些老人長照 有沒有什麼關聯性 即什麼 反政鬥法 陳歐國分站 本來就在現在